好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接着把这个话题聊完啊 把郭文贵欺诈这个被 FBI逮捕 然后呢 这个 整个的指控啊 说他 这个美国司法部啊 指控 52岁的郭文贵 及其财务顾问于建明 面对着 电汇欺诈 证券欺诈 银行欺诈和洗钱 11项的指控 这个11项的指控 这么多的指控啊 那么2014年的 郭文贵逃到美国之后 逃到美国之后 他就开始 这个骗钱 他积累了人脉以后开始骗钱 这个骗的 总共是 美国指控他骗了 10亿美元 这个真的是 能骗啊 骗10亿美元 这个这么多的钱 刚才我做节目就断了 断了是因为我这个网络 出了问题啊 不是像郭文贵 在美国之音 做节目 在公小夏呢 做节目就断了 断了那个事 好像 中国通过外交部门 给美国之音 施加压力 那这个后来好像 这个引起了 这个整个的海外 美国舆论 对美国之音的批评啊 美国之音是 美国政府办的 还中国政府办的 所以当时因为 郭文贵要 要这个 要这个什么 这个搞爆料革命嘛 那这个也确实 吸引了很多人 是很多人参与这个 他的 他的事情 所以他又搞了这个 GTV 搞了GB GB 然后又搞了喜马拉雅 农场 他搞了好多 所以他就 想方设法的 这个搞钱 搞到了10亿美金 然后被他挥火 浪费的很多 那这个起诉书上说 他花了4000万美元 买了一个豪宅 这个有了 我看到是4000万美元 4000万美元 买了一个多大的豪宅呢 这个有5万 5万平方尺 就是5000平方米的 一个豪宅 在纽约 在纽约 在纽约西 纽约西 然后呢 这个买了一艘 价值3700万美元 的游艇 然后这是放在 女儿的名字下边 还有买了一辆 350万美元 将近400万美元的 法拉利车 这个是法拉利 一般的也就是 二三十万美元吧 他这肯定是 特别制作的啊 那么他这么 这么贵的钱 买了一个车 所以他当然了 这个我刚才说了 拿别人的钱 蚊子也咬我脖子 拿别人的钱 这个当然花起来 比较容易啊 所以 那这个 公共呢 在美国 这次被抓 今天就南城法院 就开庭了 但是没有 没有对外 透露一些 公共不认罪啊 这个美国 如果你不认罪的话 你可能问题 会更严重 你会更 这个吃卡了 过来吧 那个节目结束了 第一个节目结束了 现在我们接着 从这里接着聊啊 然后我再回答 你们的问题 再回答第一个 节目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 我们这个 也是一个农场 蚊子挺多的 刚才在屋里边 我那个屋 离那个网络比较远 信号不好 所以我到这来 离这近一点啊 现在这个 也没有 也没有灯光 我就 这个夕阳快 落下来 我就在这夕阳下面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事 很多人问 说为什么美国 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 法制的国家 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大多都是留学来的 当然也有像我这样 逃过来的啊 那个 为什么 这么容易被骗 这么多钱就被骗走 我觉得 首先是私心吧 郭文贵利用了 人的欲望 人的欲望 这一批人呢 当然这批人是 反对共产党的啊 他们里边有很多优秀的人 可是他们也上当受骗的 对不对 就因为他们有私欲 他们是希望 啊 这个通过给公共贵投资 他们赚取更多的钱 就是这个 这个 所以当我们要被骗的时候 骗的从来不会说我是骗的 他一定说啊 我要帮助你 我要帮助你 我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 是吧 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我们要想防止骗子 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中来 神的话才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的话是两人的箭 他可以辨别出这个对错 所以呢 那如果你 这里边很多基督徒被骗 我刚才讲了 我们那个 我们有一个分堂的长老跟我说 他们教会的一个老姐妹 做保姆的 辛辛苦苦的 赚那么点这个钱 八万美金 也都投到 这个GTV里面 这拿不回来了 他原来还是工作都不做了 说我这够了 我这八分块钱 那将来我拿回来八十万 或者四十万 我这退休就够了 你看多可怜啊 所以呢 我们要小心 我们自己成为下一个受骗者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回到圣经中来 诈骗是由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 就有的一种行为 诈骗的 第一个骗的是谁 谁能告诉我 我看你们留言的 第一个骗的是谁啊 第一个骗的当然是撒旦嘛 对不对 他骗了谁啊 他骗了夏娃 对吧 那在创绩 告诉我们说 这个骗子骗了夏娃 他对夏娃说 他对夏娃说 这个神岂是真说 这是撒旦的一句著名的语言 但是夏娃 蛇就跟夏娃说 神是真说 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 夏娃说 对 神说了 不可以吃 连摸都不可以 其实神没说不可以摸 那 蛇就看到这个夏娃 已经对神不满了 因为神没说不摸 不能摸 那他夏娃就天有加速说 不可吃 神说不可吃 也不可以摸 好了 这第一步 你就失败了 因为你说谎了 所以圣经说 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多说一句 出自魔鬼 那夏娃一说谎 这个撒旦就知道 他上当了 那撒旦就说 那你真的听到神 那么说了吗 神是 其实真说 不可以吃 不可以摸吗 不可以吃吗 神不是那意思 这个 神真的是说 你吃了就会死吗 我看 不一定死 他不一定死 也可以发布 一定不死 就是这个 所以他就 偷换概念 然后这个夏娃就上当了 夏娃就吃了 那而且 也给自己的丈夫吃了 对 所以他说 蛇 对夏娃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了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一个人能知道善恶 那决定善恶是上帝的事情 人要判断善恶 一定把自己当上帝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罪 一个问题 那所以 这个诈骗呢 那结果不是物质的损失 他都没有 那上也没有金钱的流通 那么他知道了羞耻 所以夏娃和亚当 他们就开始遮盖自己的身体 他们就互相又隐藏了 夫妻之间又隐藏了 对不对 然后他也学会了甩锅 这个神问亚当 你为什么吃的果子呢 亚当说 你是你给我那个女人 他让我吃的 我就吃了 原来给他说 他高兴的不得了 哇 这个美丽的女人呢 我的骨中骨啊 我的肉中肉啊 他们说上帝 你怎么把这么女人给我不要 我宁可守单身 他没那么说嘛 他挺高兴 结果他犯了错 犯了罪 上帝问他时候 他把这锅甩给上帝说 你给我的女人啊 你给我的女人 他让我吃的 我就吃了 你看这人类的罪 就一个接一个的来 所以从第一个诈骗 蛇那开始 就开始就一个接一个的来 这个犯罪 犯罪 那女人呢 也能推脱责任 神就责备女人 女人就说 是蛇 让我吃的 蛇是你造的 你创造的 你创造的蛇 让我吃的 所以我就吃了 那最后还是上帝的责任 对不对 所以人类这个甩锅啊 一有甚就往上帝那里甩锅 所以对于撒旦的诈骗 在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啊 神不断的给我们警示 告诉我们 不要上当 不要犯罪 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满人的座位 你看恶人的计谋 不要听从 不要听从 不管的 他当然说的 铁黄乱罪 他说你 你给我钱 我就把你骗了 你就拿不回去 然后我买法拉利 我来享受生活 我一瓶酒 二十万美金 他这么说 你会给他钱吗 他不会的 他说咱们推翻共产党 对吧 回国 你们都开国援群 像那个郝海东 那讲来的回国 那都是对外发言人 这个 那都可能小了 对吧 像汪文斌这个角色 都不愿意做 那可能说 说不定 那要做更大点的 我不是对郝海东 有一见 郝海东一脚就踩到 这个 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国里边去了 我觉得就是问题嘛 那他就被利用了嘛 对不对 他一定说的 天花乱对你 他被利用嘛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不从恶人的计谋 郭文贵 肯定是恶人 一看就是个恶人 在中国 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突然致富 那么突然的致富 突然致富的人 没有好人 几乎没有好人 一定是里边有杀人越货 骗人钱财 或者是 这个有一些的不正当的跟官方的勾结 他才能够突然致富嘛 否则在中国怎么会突然致富 那么多平民百姓 李克强 新任的这位总理 说过中国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到一千人民币 难道他们没有智慧吗 难道这六人都是傻子吗 这六亿人 都没有上过学吗 不是的 他们的人 可能有些 所以政治的人 有的时候不会突然报复 但是政治人在永恒中 是被神纪念的 所以人要做政治的人 他的日子在耶华的里面 才是长远的 诚实的人 才是长远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当一个人要被骗的时候 就说明他交友不慎 或者他听信了某些谣言 现在网上很多人听信谣言的 那就简直是 听这些骗子说话 他就 就是真的 你怎么说都不对 现在这些政治正确也是 那本来是男的 他就说你是女的 你本来是 怎么样 他就说你是 你要爹就听儿子的 过去的儿子听爹的 现在就是这很多的 常识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不认识 我们就以为 哎呀 这个都是不和 不和时代发展了 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了 这些常识东西不要了 所以你看现在被骗了 都傻眼了吧 多少人被骗呢 就管这个GTV 就有5500人被骗 这5500人是骗了4亿 GTV 5500人4亿啊 这多大的比例 很多人估计几千万都扔进去了 几百万都扔进去了 这个这个难道这些 能够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人 是傻子吗 不是的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贪婪 当被骗的人 是撒旦利用了你贪心 利用的贪心 然后呢利用了你的欲望 因着你的贪心 你的欲望 所以你上当受骗了 上当受骗了 所以呢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卖人的座位 这个非常重要 什么叫泄满人 就是那些骄傲的人 心高气傲 郭文贵是个泄满的人 他心高气傲 他对谁都非常没有礼貌的 我看他见到韦石的时候 我就为韦石难过 我就干嘛见他呀 对不对 他对你这种态度 他凭什么呀 你来美国多少年 他来美国多少年了 你在这个新闻界这么有影响 他凭什么 他不就是一个 有两个臭钱的商人吗 有怎么样啊 对不对 我看那些人在他面前 都是这个 这个 唯唯诺诺的 我就干嘛 对不对 你 当然也有人要他的钱 最后都被告上法庭 我也不说谁了 大家都知道 这些人恨死郭文贵了 对吧 跟他合作 不能与虎谋皮 也不能与撒旦合作 对吧 你这个 有的人要认识真理就对了啊 有的人是不认识真理的 所以我们被骗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问题 我们有问题 对吧 谢慢人 心高气爱 心高气傲 十位谢慢 这个真言告诉我们说 这些骄傲的人就是叫谢慢人 谢慢人是不为上帝喜悦的 谢慢人也不会信上帝的 他把自己当上帝 这叫谢慢人 那诗篇第一篇说 唯喜爱夜华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是有福的 就喜爱夜华律法 什么叫夜华律法 圣经嘛 上帝的话语嘛 这是夜华的律法嘛 喜爱神的话的人 就是有福的 那么这种人就像一棵树 他用一个比喻说 他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那就是他的里外都是丰盛的 他不仅有丰盛的生命 他也能接触丰盛的生命的果实 那个这个果实就会 甜美的果实 就会带来别人祝福 我今天呢 我在这个农场 我开拖拉机出去 我就摘了好多果子回来 因为这个树上 结各种各样的果子 哇 真的是太多的果子 橘子 椰子 这个牛油果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叫不上的果子 下面也很多果子 我是叫不上名字的 这个 但是我都试一试 这个看的好不好吃 有的是好吃的 有的是不好吃的 都有 但是我们接了很多 那我们后来就拿了很多果子去喂牛 因为吃不完嘛 太多的果子 你不摘 都掉下来 野猪吃 这院里 昨天来了一群小野猪 十几个 现在还在那呢 他就在那吃东西 他也 怕睡觉上 睡上觉了 所以 所以你看 这野猪 他也不怕人 他就在人跟前 因为人也不太抓 这个 这个 上帝告诉你 有吃有穿 就当知足嘛 对不对 所以 神给我们话语 他的话 就是让我们 按照神的话语 比如说 关于钱财方面 上帝说 有吃有穿 就当知足 那些偷窃的 欺骗的 不要再做了 找个正经工作 不仅能养活自己 也能够去帮助别人 那你想 这些骗子会帮助别人吗 他不会的 对不对 所以上帝让我们做政治的人 政治人存到永恒 政治存到永恒 骗子 不仅说未来 在硫磺火湖里 在今天 他们也要被神的公义所追讨 神绝对不会以 有罪为无罪 那如果你不认罪 那你会被 上帝追讨的 那郭文贵 我估计这次 判的会很重了 因为他不认罪 不认罪 你这些东西都定型了 那可能你的 律师会告诉你 他现在还没找律师 他的律师是官方指派的 那律师会告诉你 认罪换行缓行 再怎么缓吧 这么多的罪 也得在监狱待几 那如果他被判了的话 那可能要被这个 判几十年的话 今天的52岁嘛 判30年 除了82岁了 能干嘛呀 不管能干嘛 这都不重要 重要是 骗再骗不了人了 因为他知道 郭文贵骗的 相信他的人 就学的教训 对吧 那你再信他 那就说明 那你真的不是个正常的人 所以我们要小心 防范诈骗者 我们防范诈骗者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自己不要有 偷鸡的心理 我上次做节目 我就说美国是一个 没有报复的机会的国家 他各个 这个各个的什么 这个行业都很成熟 你想突然报复 除非你骗人 那郭文贵是突然 报复的典范 绝对的 那2014年 15年来美国 2015年来美国 这在短短的8年 就有了10亿美金的财富 没有一分钱 他自己创业 或者智慧赚来的 完整人都骗了 这个就是全美国最大的骗子 中国华人里边最大的骗子 那么这个 虽然在爆料 其实他爆那个料 很多人都知道 他爆共产党的一些 但是他爆的都是 习近平政敌的料 比如说他爆王岐山 所以他是带任务来的 应该说 他是带任务来的 然后就骗取了 海外民运人士的信任 跟他合作 就被一个搞得灰头土脸 然后也骗取了 美国政府的信任 给他保护 然后也骗取了这么多 他们所谓的 他们喜马拉雅农场 GTV的粉丝的信任 把这么多的钱 交给他去发财 去管理 结果现在都打水漂了 所以 这个大家看怎么样 所以这个教训 是非常深刻的 一个学的教训 对不对 所以被骗 今天我们谈到 骗子是在一帮 有私欲的人中间 他才能得逞 无欲则刚 那如果你这个人 你就把你的钱 投资于美国的 国债 房地产 甚至有一些的 共有基金 不要太大的投机心理 你不会被骗得 这样血本无归吧 你交给任何一个人 你要知道 甚至说 人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人人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伟大的 这了不起的 什么无罪的人 没有的 没有的 你把那么多钱 放在 郭文贵这种骗子手里 你就不是骗子手里 你把这么多钱 十亿美金 放在一个好人手里 他也会成为坏人 一定的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上帝 说有吃有穿 就当知足呢 是不想让你当坏人 让你这个 通过你的智慧 上帝给你的智慧 你的劳动 新奇的劳动 来创造财富 那既可以自己享受生活 也可以帮助别人 又能够传扬福音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姊妹朋友们 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教训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情况 那么还有个问题 法新社说 郭文贵和他合作 这个人叫于建明 这个小子呢 逃了 畏罪潜逃 逃到哪里 不知道 他是香港公民 是不逃回香港了 也不知道 那么美国这次抓 他没抓着他 他跑了 他呢 也涉嫌了 所有的 跟公共的这个投资 所以他的起诉 跟郭文贵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多了一项罪 那就是 妨碍司法 因为美国已经公布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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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他们这个钱都被冻结了 他还要挪 把冻结钱挪走 这个绝对是问题啊 绝对是问题的 所以呢 他们木了的钱 他们有欺骗的行为 他们承诺 向每一个会员承诺 这个 他们可以参加一个 奢侈品的福利的 所谓的俱乐部 就是叫喜马拉雅 农场 他们可以在那 农场里边 就是有些特别的活动 非常贵 他分几机啊 一万块钱算一个级别 一万是初机 然后 两万是二机 三万三机 四万 一到五万 那这五个级别 你一年交五万块钱的话 那你到他那 就是免费的 干嘛 交五万块钱 对啊 很多人到美国 一年都挣不了五万块钱 都给他了 然后呢 还有加密货币平台 叫喜马拉雅交易所 这个是没有执照的 没有执照的 你也没有问啊 然后呢 这个美国司法部说 他们是把这个钱 归给自己了 归给自己了 然后用于挥霍 所以这余建民啊 就被起诉 十二项的罪 那么他多了一项 他呢 要被抓的话 会被判 两百一十五年 他的起诉里边 如果他认罪 那可能会减刑 减刑不能减到零了 你知道 这个美国减刑 不可能减到没罪 这些罪呢 减刑 比如说 二十年 那可能会给你减到 两年十分之一 有可能 那郭文贵就给他减到 最后都算两年 一样减到两年 他就彻底认罪了啊 把钱都还回来 还不回来了 那这个钱是还不回来了 那也得判他三十年左右 判得那么重 那我估计这个 这个他没有那么幸运 他没有班农弄幸运 班农是因为被川普特赦了 他没有这个能力 哎呀 好了 我在这个节目做的 这个咬的我浑身都是包 这个在外边就是 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吧 看一看啊 我很多朋友问问题 这两个节目 大家都问问题 我都回答一下啊 因为刚才断掉了 我就回答一下问题 我看到你们的留言 非常热烈 这个我看一看啊 第一个 刚才我做的第一个节目 已经有一千五百人 这个问题呢 还没给我出来呢 我先看第二次的节目 现在现场的问题吧 现场的问题是 张牧师刚才直播断了 sorry 对不起啊 是断了 这个说我出来了 我的留言全没了 没有 在上面我一会儿会看得到的啊 因为他一会儿他会就传送给我 这个问张牧师有没有见过郭 没有 没有见过本人啊 都是在这个视频中见到他 那他是火得不得了的 当时啊 美国之音采访郭断线后 开除了李肃 龚小夏和东方 我就停看了 直到他们请李肃回来工作 才恢复看 我不知道你怎么跟李肃 关系那么好啊 这个 这个美国之音 当然他们要追责嘛 一定要追责的嘛 这个说圣经说钱是万货之根 应该说万恶之源 呃 原因是参财是万恶之源 没说钱是万货之根 钱是呃 钱是没有本性的 钱他本身是一个呃 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那你放在恶人手里 他就变成了呃 你放在好人手里 他可以做好事 你放在恶人手里 所以他本身没错 钱没错 是拿钱的人有问题 拿钱的人什么人就不一样啊 呃 对 郭说过 这世界为真不破 所以真相总有一天会出现 这个这个看来有些人也是 怎么说呢 不说了啊 方舟说他被抓了 他就犯罪了 这就是有罪推论 那那个 这不是他抓了犯罪了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对他的这个起诉 我说了这个起诉是由大陪诊团 看过之后 投票决定起诉的 那这个一定是有罪的 啊 一定有罪的 这个不是无罪推论的问题 现在你看着 就是不定罪 你都知道他是有罪的 你知道为什么吧 你知道不定罪 为什么知道是有罪的 你 你这个拿了人家十亿 呃 你在承诺的给人家 所有的回馈 你都没有给 这就本身就欺骗嘛 然后你拿这个钱 你买四千万美元 你买个豪宅 你这钱是哪来的 那你如果你拿动了这个钱 买了一个豪宅 这就是挪用这个钱的用途 你说的用途就没有 这就已经犯罪了 这不用说 不用说这个法庭判你罪 这还有上帝和良知都判你的罪 对吧 还有买那么游艇 你是你自己的钱吗 都是骗你的钱吗 所以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是法院定罪 有时上帝定罪 我今天现在讲的 这两个罪他都犯了 法院会定他罪 上帝也会定他罪 这个时候可以怀疑牧师的讲路吗 没问题 绝对可以 牧师是跟你们交流 我今天说的就是个新闻 我今天这个讲论都是从新闻 有路透社 有法新社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还有我讲了律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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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宏说法律师 他翻译的美国的 这个南城 这个法院的 发的这个 这个对他的起诉的 这个 这个英文的这个什么 所以这个都是 有来源的 不是我在说 我说的是人家这个新闻 今天我在讲这个新闻 郭文贵被抓了 他这个骗子 他骗了十亿美元 这是美国所有媒体的新闻 这不是我个人说 哎 我论断了他 没有啊 这个说 的话啊 他们才要攻击我 就谁都不能够啊 这个 这个这个批评 他们 这美国民主制度不是这样的 谁都可以批评 我们可以批评拜登 当然也可以批评川普 你批评拜登 你不批评川普的 就说明你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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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上 是完全的尾身的一个人了 不一样的 川普大嘴巴也乱说话呀 有些话他说六四就该杀 他没这么说吗 他说哪国政府都得会动用武力 那我作为六四被杀的人 被我就觉得川普这话说的不得体 你是一个总统 那拜登 我们批评拜登 是我们也觉得川普就是圣人了吗 也不是好多的人就是这样的 非黑即白 那川普圣人 谁都不能说 那这不是民主制度 你知道吗 共和党也不是这样子的 共和党人也可以批评川普 所以我们一些川粉 有些也是 也是脑子不清楚 那当然拜粉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不用讲 所以我说人你要知道 任何一个人都是罪人 拜登是罪人 川普罪人 郭文贵是罪人 你是罪人 我也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都不完美 都是可以被别人评论 对不对 哎呀 现在说 郭文贵集团 目前脱离他 并安全着陆的 只有严厉梦博士和路德 我不知道 不评论 我也不看他们节目 严厉梦 我也不知道是谁 好像是一个 搞什么的 不知道 不了解背景 路德的节目我也不看 因为只要跟郭文贵 连到一起 我都不碰 我看都不看 他们后来 他们至于 他们怎么打 我也不知道 这个说 牧师今天评论别人的话 用在自己身上恰当不过 求神饶恕你 谢谢啊 这个没问题的 因为 我看到的 我提醒大家 不要上当受骗 就在这 但是你愿意上当受骗 你愿意 那是你的问题啊 这个 我没有论论他 我 我说的都是这个 这个 法院给他提的起诉啊 我说他的 我是说他这个 骗人了吗 对不对 我没有吗 我说的骗人是因为 路透社说的 法院的文件 就是他骗了 骗了十亿美金吗 对不对 这个说 这里有老郭的粉丝 张牧师稳住 没事 你说吧 老郭你 你粉丝也没有关系 你都成骗被骗了 你自己都骗是傻子了 那些粉丝 你真的说你是脑残 你知道吗 对吧 新闻说 郭文贵幕后还有人 逃走了 那肯定有 这个 骗子的土壤 是一群贪婪的人 没错 这个 这个说牧师 不应该落井下石啊 那我 我在谈那个新闻 就成落井下石了 对不对 牧师也有情感的 牧师也不是说 这个 就是这个 一点情感都没有 每天就 好好好 你好 他好 见识杀人犯 拿了枪了 你说好 神祝福你 会这样说吗 不可能的嘛 见识骗子了 来教育骗钱 你说好 不可能的 这个说 郝海东怎么办 不知道啊 那这个 支持张牧师 评论时事 我也不是评论时事 我今天就是 跟大家 说这个新闻 因为很多基督徒 不关心新闻 那如果你不关心 现在 光棍的 下边的小蚂蚁来骗你 你肯定又上当了 又受骗了 没办法的 这个 所以要能够告诉你 你在 你在这个 不听 就说 之前 巴布布斯的事 也不了了之了吗 那我不知道 好像他起诉他了 这个说 起诉 说明有足够证据 不然只有嫌疑人 不会被起诉吧 这个 这个懂一点 法律 有时候 这家就靠抹黑 他当然 他说的抹黑 也是真的 也 当然也是 有的是真的 有的不全是真的 但是 只要你说 公众党的官员 贪污腐败 那当然都会 都会有 如果 公众党官员 多么坏 爬的越高 越坏 那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 你没有 你不敛财 你怎么能花钱买呢 买官呢 你一定敛了财来买更高的官 那你要想敛财 那你就做坏事嘛 那这个 所以公众棍批评国内这些 爆料革命 这个 这个批评的人呢 也都是坏人 那 但是你不能说批评坏人的人 就都是好人 也不一定啊 就你说人 你是罪人的人 你也是罪人 我也一样嘛 我也罪人嘛 先说被骗 活该 谁让他舞蹈 小蚂蚁们说 昨天是美国最黑暗的一天 昨天是美国大快人心的一天 一定的 怎么是美国最坏的一天呢 那你违反了法律 在任何国家 你都要这个 我 呃 你是违反 你是刑事罪 你不是说你政治罪 你发表什么言论 这是两个事啊 那有时候 那你也违反了 你当然在中国 你违反了美国 中国的法律 你去天安门广场 你被通缉了 那完全没有违反法律 那是因为共产党 违反了他自己定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是最高的大法 根本大法 就有言论自由 有结社自由 有游行示威自由 我都是在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范畴之内活动的 我 没有违反中国任何法律 中国通缉我们 是他违反了他自己定的法律 这个大家搞清楚啊 就搞清楚 我在中国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 我没有放一把火 这个我89年抗议那么多天 我没有踢过一个打过一个人 对不对 我放什么法律 没有 那我当然我讲话了 我讲话我言论自由 我甚至讲话 我都没有喊打倒共产党 对不对 我有言论自由 所以这是两回事 共产党怎么能跟我们比呢 我们89年的坚持真理 他是骗钱 对不对 他是坚持真理吗 他爆了革命是为了积赖人气 然后他就骗了那么多的钱 十亿美元 这个开玩笑呢 对不对 这个说这么明显低级的造谣抹黑 还有那么多人相信 说我呢是吧 说我造谣抹黑呢 那你去大家Google一下 郭文贵这个欺诈 涉嫌欺诈 你就打这句 郭文贵涉嫌欺诈 你看看 是我给他抹黑呢 还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事实 报道事实就让大家知晓 新闻的责任就让大家知道 是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什么叫新闻 新闻就是最近发生的 关于事实的报道 这叫新闻 我现在在谈新闻呢 我不是说我来评论 但是因为你问问题 我就回答你啊 我在谈这个美国报道 华尔街时报 路透社 法新社都在报道 包括CNN所有的 中国流亡海外的商人 郭文贵涉嫌欺诈 数额达10亿美金 现在已被FBI逮捕 这就是事实 我说的这就是新闻标题 这不是我来论断他 怎么就是我这个说个新闻标题 别人论断你 有没有脑子啊 对不对 郭拉龙海外许多人反共 他的做法和自己所说的不符啊 也不是郭拉很多人反共 郭是拉人给他投资 他说他要反共 你们反共你跟我一起来 把钱给我 我带你们反共 其实他不是真反共 他真敛财 假反共 这个要搞清楚 大家一定搞清楚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要把他颠倒过来 海外华人是不是太傻了 被骗的人需要反思啊 牧师啊 怎么从圣经学习分辨力 那你就要读圣经啊 那你圣经 你得读吧 你不读圣经 怎么能够有分辨力呢 这个张不是能评价一下文昭和张天亮吗 感觉他脸也挺能造谣的 我觉得这个张天亮我听的不多了 但是文昭我还是听了一些 我觉得不错 文昭说的很好啊 温温而养的 而且每个问题都是有出处 也挺严谨 这个他跟我不一样 我这就是单聊天 那他那节目做的挺严谨的 我觉得挺好 你看我这一老晃 这文挺多的 我给你们做些付代价 我这老被咬了 咬了十几口了 我告诉你 我就这块亮 屋里边的灯一点都不亮 请于婕上节目 于婕不会上节目 于婕会写 我跟他说过 他说 哎呀 我说不行 我写吧 他还是能写的 这个他 他不太善于表达 不过于婕看问题 是非常准的 他看问题 就是 非常准 他会看很多问题 很准 情况说话不太好听 但是很准 这个说要相信美国法律 其实张牧师是最喜欢 最勇敢的牧师之一 也不是了 这个 其实郭是东南海听众师 这个 然后呢 这个说 郝海东夫妇太可惜了 这个说明 大家都挺同情他的 其实所有的被他骗人 都知道同情 那你被骗了 现在你还在替他说话 那你就不知道被同情了 那你就是活该 这个割韭菜 人在看 坐天天看 这个说 说我你被骗了吗 没有 还好 我没被骗过 这个公棍的 郭碧我也没有 谁找我 我们教会是 不许 这个 不许这个 怎么说 我们 我们不做这种生意的 我们不做生意的 教会的地方 怎么一之间呢 尽量也不要做生意 我们教会 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教会的 生活准则 我们也有定的生活准则 我们教会的生活准则 我给大家唠叨唠叨 你们听一听啊 丰盛华基督教会 团体生活公约 信仰上 勤读经 勤祷告 勤聚会 生活上 爱上帝 爱家人 爱邻舍 言语上 不埋怨 不论断 不传话 处事上 要守时 要守约 要守命 财务上 不借贷 不作宝 不推销 侍奉上 要殷勤 要忠心 要合一 没有经过 掌制会的同意 任何人不许在教会 或者团体 发起募捐 我们就非常清楚 美国骗了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写这个 我们这个告定 怎么 你们在神的话语中下功 千万不要在这个 这个上面下功 所以 所以我们教会几乎没有 被骗的 啊 然后我上次做那个节目 有些被骗的 都没来我们教会之前 被骗的 来了我们教会以后 就没有再被骗 这个就是教会 教导大家真理 牧师敢于对这些 邪恶的事情说 no 敢于保护对的羊群 敢于跟骗的说 no 你不能再教会 这个不是说 哎 没有爱心 有说 那你不让人 你没有爱心 这个 这个爱心和 律法和恩典 爱心和真理 要平衡 如果你只有爱心 没有真理 那你的爱是乱爱 你的是没有标准的爱 你的是会 自己受伤 也会害别人 那这个 如果只有律法 没有恩典 那我们就不可能得救 我们只能知道 我们是罪人 所以这两点要平衡 恩典律法 爱心真理 要平衡 啊 就是这个大家要知道 基督徒不是说 哪里一卷经文 就那么解 有人说 哎呀 张普盛上的讲 那个骗子借钱 你们不借不行啊 骗子借钱 为什么我们不借不行呢 这不很奇怪吗 有人说 那个马太福音说了 耶稣说的 凡借贷的不可拒绝 这是耶稣说的 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 耶稣说话的历史背景吗 耶稣指的那些人 是主内的 而且那些人 大多犹太的基督徒 犹太人 犹太人守约 犹太人有约 有confident 犹太人借钱也好 借地也好 这一辈子还不起 下贷要还 中国人会吗 从今天的中国人 受共产党教育人 会守约吗 对不对 国家会守约吗 国家说 你们钱拿来 我就给你们多少反馈 反了吗 没有嘛 不守约吗 所以那种 一个骗子 国家现在来抄张伯利借钱 国家说 张伯利借我点钱 借我 这个200块钱 当然他不会抄我借200块钱 那借多也没有 借我200块钱 我下礼拜还你 对不对 那我明知道 国家已经被起诉了 我会借给他200块钱吗 我不会 对不对 我不会给他借200块钱 那还默不如我送给他得了 如果就算了 对不对 当然我也不会送给他 这个留言 真踊跃 我做什么节目 我带你们查经 从来不这么踊跃 给我留言 所以 这说七哥 肯定是被总统特赦的 我觉得 这个七哥 应该用欺骗那个七 他不会被总统特赦的 这个说好佩服 国家天才 对呀 但这是天才 短短的 2015年到现在 这个骗了这么多的钱 天才 所以有人不了解我 原来当年你最早出来那一波 对呀 是啊 我这个最早出来 我比公共棍出来早 牧师 王志安怎么样 不认识 没看过他节目 那个踢足球的 郝海峰 郝海峰 喜欢拉 也是喜马拉雅联邦的 是啊 这个说 皮特说 四年前 于婕就大力的批评 郭片子 没办法 那个于婕就是 看人准嘛 他就是 看了就说 他谁都敢说 他也不留情面 那对国内他就说 这个 温家宝就是影帝嘛 那第一个说影帝 就被打得够呛 出来了 他就说 这胡锦涛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和谐大师 胡锦涛嘛 胡和谐嘛 那他然后就是习近平 他就说独裁者嘛 他就会 他这点还挺了解 他看的还是挺准的啊 这个说 张布什教会准则真好 感谢主 那我会转发在里边 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用啊 拿到你们就要用 这个说 牧师少参政 政教分离 这个我这个参政了吗 这叫参政吗 这我就 难道我对郭骗了 我不去说一说吗 我不说一说 大家在上诺说骗 他说你牧师 你有责任的 对不对 对 对啊 这说你什么叫 胡鲁胡鲁 什么政教分离 我们都说 政教分离是政府跟宗教 是政府不许干涉宗教 你知道吗 这叫政教分离 不是说牧师不可以 评论世界 马丁路德金 不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牧师吗 反独裁的 霍雷多贝尔和平奖啊 对不对 也被人尊重啊 对不对 通货费尔不就反希特勒吗 对吧 被定了脚 最后用铁丝把他勒死了 在监狱 在 在 希特勒的监狱里边 牧师怎么对邪恶 就不敢说no呢 当然要说no啊 那就 否则你不说no的就不是真牧师 那假牧师 谁说除非老川上台才有可能特赦 也不一定老川也不会特赦他 因为美国法律就是法律 他怎么会特赦他呢 这个 这个这个 班农被特赦 是因为班农跟老川有个人的深厚的关系 对不对 班农是个天才 但是班农是一个贪婪的人 他确实 他犯罪了 他也没有经过 这个美国的这个 证教证券的委员会来核准 他就开始筹款 说要建这个墙 他把这钱用于自己给挥霍了 这是真的 这起诉出起诉了 所以支持 支持川普的人 不要以为说 只要我支持川普 川普什么都应该是对的 没有这个 人都罪人 我也是支持川普 我也支持共和党 但我不认为川普是圣人 他有很多的毛病 一样的 但如果让我选择拜登和川普 我当然选择川普 这个因为我不在乎他多少毛病 我在乎他是罪人跟我一样 但是他起码他维护一些常识 圣经的原则 这个说 身旁有一个哥们 一直相信郭骗子 还说以后要给他开个个人博物馆 笑死我 对他也说笑死我 怎么有人敢在这里无言会语呢 当然有啊 那不高兴你所说的内容嘛 对不对 总统只能特赦联邦队 地方的也无能为力 这个说牧师 于杰弟兄在你们教会聚会吗 感觉王仪牧师和彭博菲尔有点像 很大的勇气 令人佩服 于杰在我们教会聚会十年 那现在不在我们教会聚会 在一个美国教会 那王仪确实像彭博菲尔说的很对 这个时候我差点被骗了 有朋友建议我投资GTV 我觉得不太靠谱 反共与投资要分开 你就有常识 你就比他们很多人有常识 这反共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要分开啊 投资是要有投资智慧的 反共是要有理念的理想的 这是两回事你知道吗 你要把赚钱投资当做理想 你就不能反共 你也反不了共 你不是真反共 这个时候你看看 李涛说 张勃志豪 我教会也有一位姐妹受郭的蛊惑 昨天我发现过被 被谱的新闻 他现在还在为郭辩解 连教会都不回了 如果才能使得回头呢 你看就有这些人就这么少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就是有人你把他骗把他判了 他还说他对 就钱不给他了 他还说他对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种人是没有 没有办法的了 就是被骗脑袋被洗了 你知道吗 这个说牧师好 你是如何走上牧师之路的 讲解吗 那我会好好交代的啊 我会找时间给你们好好交代交代 我最早在两个月前 看了洛奇的访谈 我在墙内 大河北 没错 你不太了解我 你太年轻太小了 都被共产党封锁 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有机会告诉你 这个 支持张牧师谈论政治 美国就是因为政教分离 才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 也不是美国政教分离脱离 今天这样的 美国政教分离是因为 今天的教会不敢 对美国的堕落说话 而美国的政府或者政客就随意的欺负教会 他们取消了取消祷告的权利 取消这个权 最后就把你教会赶到墙内去 你出了墙就不行 就是这意思 那我们现在感谢主 我们有网络 我们可以从墙里出来吗 谈谈说的 没有灯了 我把灯打开 没电了 行了 差不多了 这个天黑了 这个天都暗了 也没灯了 就是靠着这个iPad的这个光 做这个节目看看 这个我再看看 再回答两个问题就算了 郭会不会遣返回中国 按照美国的法律是这样 外国人在美国犯罪 判完刑了 出监狱以后会被遣返 坐牢之前不能 再服刑 他要服刑 服完刑了 从监狱里出来了 那他会被遣返回 回他原籍 他的国家 但是呢 郭文贵 骗判多年 不知道啊 郭文贵可能 他骗人骗了八年 那么这个 在监狱里 绝对不是八年 他可能八十年 他回什么国了 对不对 回不去了 这个说 这个王熙廷姐妹说 是的 太可怕了 我哥也是 郭德菲啊 喜马拉雅币啊 42买进的 当时我也帮他弄 告诉我 昨天一天都损失了 昨天跌到17了 还要跌 那个不可能17吧 讲来可能得跌到0.7 这个因为没有任何盼望了嘛 怎么会还能吃手的 不能因为他违反 美国法律的法律币 这个不管区块链是好 这个 这些 这些观念 但是他这观念是对的 但是 没有经过美国 这个批准吧 这个就是 作废了 他没有中国身份吧 有中东那边 对 他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民 他也应该是中国公民 就说伟类这几天非常活跃 不知道是指谁 伟类 好 这个翻墙来的说 面里啊 刚翻墙 那会儿也喜欢看郭文贵 不过后来 翻来覆去说那几句话 是说王岐山 不说习近平 后来就不看了 他说自己怎么样 牛逼 贬低其他人 那这是他的特性了 这个让我买曲纹叶 喷一份 没想到说在外边来做个节目啊 行了 我节目做完了 好 那这个回答到这里 我们啊 这个 叛方弟兄姊妹 打开鼠灵的眼睛 不管是男骗的女骗了 大家不要轻易上那说骗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要被骗了 那你 有辱上帝的脸面 对吧 因为上帝教导你嘛 你要做智慧的人嘛 你要不要从恶人的计谋嘛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现文的座位嘛 不要被骗嘛 上帝一直告诉你 那你老被骗 那你不是 你不是这个 你还说你是基督徒 你不丢教会的人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 这个不应该这样啊 好吧 好 也上帝祝福大家 天也黑了 那我们就 这个节目就到这了啊 我那个 我们下次再聊